华盛顿消息 前总统川普上周一念星封口飞案遭到起诉 使他成为历史上首位遭到刑事起诉的现任总统 川普昨天宣布 他将于4号晚间在佛州的海湖俱乐部发表谈话 据报道 川普将于4号下午赴纽约曼哈顿的法院出庭应讯 他昨天发布声明说 他将于当晚8点15分在棕榈滩的海湖俱乐部发表谈话 报道指出 本案为2024年总统大选投下震撼弹 76岁的川普已宣布再度竞选总统大位 共和党籍的川普遭起诉后 随即在自创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写道 选举干预 私设刑堂 他的法律团队也采取公式 使言川普绝不寻求认罪协议 而且随时准备反击任何指控 纽约消息 据彭博社报道 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团队正在考虑将他的封口费刑事案件 转至纽约州更保守的史坦顿岛地区法院审理的可能性 匿名律师表示 病方正在考虑申请将案件从曼哈顿转移到更保守的史坦顿岛地区法院 律师担心川普将无法在曼哈顿获得公平审判 消息人士指出 川普的政治团队尚未就相应申请做出最终决定 他解释说 律师希望先了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在起诉书中对川普的具体指控 报道说 起诉书将于明天公布 届时川普将出庭接受提审 并就2016年大选前向成人电影明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指控提出无罪辩护 川普此前否认与丹尼尔斯有染和支付封口费 并表示针对他的刑事指控是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小时成消息 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 据报道 上周末 全美至少有8个州报告确认或疑似出现龙卷风 根据国家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 3月31日至4月1日晚供报告出现82起龙卷风 其中 阿肯色州首府小时城遭到龙卷风袭击 受灾严重 此外 龙卷风造成多地大规模断电 据一个监测美国停电情况的网站数据 截至到昨晚 宾夕法尼亚州有大约9万人断电 俄亥俄州有大约6万人断电 西维吉尼亚州有超3万7千人断电 阿肯色州有约2万5千人断电 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说 昨天德州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出现冰雹 强风以及龙卷风天气 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明天也将出现包括雷暴在内的恶劣天气 纽约消息 强龙卷风 雷暴等极端天气3月31日袭击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多州 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面积断电 据每日连线新闻网报道 4月1日晚上 纽约市遭遇雷暴天气 有视频记录下一道闪电击中全美最高建筑物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1号楼的瞬间 报道说 闪电在击中大楼的那一刻 照亮了纽约市上空 画面相当震撼 报道提到 气象网站数据显示 世界贸易中心1号楼经常遭受雷击 这座1776英尺 约和541米高的建筑 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被闪电击中了189次 是美国遭受雷击第二多的建筑 仅次于芝加哥的维莱集团大厦 后者在同一时期被雷电击了250次 FM 那 Deus 你们 可